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负艰辛的医学知识、法律程序 过程数以年计 他们苟潜在屈结中 一个人命已经过世了 其实是得到一个答案的 但是在社会上有多大影响 医管局或者医生的态度 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我也不敢说 没有冷安全带 冷安全带 车路 十七岁的丽雄 两年前因为急性横冠性脊髓炎 接受洗血治疗 医生插道管入静默时 督穿他颈下锁骨动脈 怀疑血流到脑部引致中风 导致左边手脚活动不了 施力和说话能力受影响 麗虹留院一年多 情况稳定了 医生被他周末回家 这一天是他入院以来 第二次离开医院 很久没坐过巴士 谢谢司机 好, 谢谢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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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认得到? 李太太 很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李太太的丈夫 几年前突然中风 他看报纸知道麗虹的事 于是主动联络麗虹的家人 教他们如何帮女儿康复 妹妹回到家了 我今天来, 我很想教你 如何和她不同 你现在的目的 是让她要自立, 让她獨立 好… 所以你不能帮她太多 但我现在想试试她有多… 自己有多大能量 对, 妹妹 先踩着腿下鼻子 踩着, 插着 然后, 你要插着她 插着她 插着她 你要自己用力 3, 2, 1 起 然后扶着, 扶着 扶着这个 这个教得够不够高? 可以 妈妈, 你那个… 家里突然多了个中风病人 麗虹、妈妈 很多时候六神无主 多得李太太帮助 才知道如何做 好, 好, 好 好, 好 你自己呢?慢慢… 好, 下… 你疼不疼饿? 很疼 很疼?那算吧 他好… 你先吃东西吧, 好不好 他很饿吃 是, 先吃东西吧 麗虹出事后 妈妈持工全职照顾她 当妈妈想到日后老了 女儿又好不回头 压力特别大 慢慢不用急 你走过那边 妈妈走过那边 对了, 妈妈走过那边 对了 有李太太在, 你看他也会 好 坐下, 慢慢坐下 好, 好, 非常好 谢谢你, 李太太 傻猪猪, 别哭了 留下眼泪 留下眼泪照顾女儿, 知道吗? 再见 你以后要做, 好像我这么坚强 我现在一滴眼泪都不流 对着我老公, 知道吗? 不要哭… 你很聰明, 女儿, 你看 什么喉都没有, 现在多好 2017年10月 读中四的麗虹觉得头痛 去联合医院 证实幻想罕有的急性脊水炎 医生处方雷固顺, 病情没有进展 于是做洗血治疗 医生插道管事 读穿丽雄的锁骨下动脈 要转去伊丽莎白医院 才有的心胸外科抢救 医生发现 以前丽雄脑部有血快, 引致中风 丽雄昏迷了几星期才醒醒 2018年3月, 丽雄16岁生日 家人庆幸, 还可以和他一起庆祝 麗虹到达巴 够了俩了 �ỗ耐日疽 烈红大哥匡图 最初自贼 若不让妹妹洗血 便不会中风 后来他回想 医生最初没有说过 插道管有中风的风险 治疗过程会不会有人为出错呢 他们都解释不了 为什么会发生中风 他们说就算插到那条血管 因为那条血管是流去手臂的 那些血管不会流上脑的 那些血块 所以插中了那条血管 那条是动物都好 也不应该有中风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呢 所以我们就想 中间是否有一些程序 做错了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并发症 来了 不行,都说要插纸夹,你又不行 不用了 你不插纸,你也撞不住 你不插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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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想找出丽雄中风的真相 家人就努力帮助丽雄康复 希望他快点回家 那些小时就加油 在同时更伤害 你不插纸 我说我做了 他要打开 还不插纸 只是太多烈 都不插纸 再看出后 我不做了 我现在的力量 将其有很困难 可能是有很困难 我但是她可能掌握 我都没有打开 我只要打开 我一把手 我还应该在这些手 但我需要用一个手 你開心一下嗎? 怎麼樣? 怎麼剛才你一發現? 開心一下, 今天不用吃醫院 那天…面子牛 難得暫時離開醫院 家人和麗熊出街吃飯 不過麗熊身體還很虛弱 媽媽做足準備 你想吃甚麼? 讓你吃一瓶 這個真棒, 吃蛋, 試試 未出事前, 麗熊很喜歡煮食 昏迷醒後, 有幾個月他都要插喉 能夠吃東西, 吃甚麼都滋味 吃一瓶 麗熊在家裡拉女兒, 讀BEN溫中學 媽媽說她一直自己處理學業 不用家人操心 這次事故, 她還懂得安慰媽媽 有一次我照顧她, 她很累, 忍耐忍很不開心 然後我就哭了 她就說媽媽, 你不要哭了 如果我那時候… 如果我有甚麼好不回事 我那時候有甚麼, 你看都看不到我 她說起碼現在你可以跟我聊天 其實我想剪這個頭給她的 麗熊做開腦手術時, 剪了一把長頭髮 她一直都很想留著牆 媽媽幫她打理不方便 要她剪短髮, 她就沒了心機 補頭刺, 補在這裡 所以你可能剪這裡, 別那麼大力 扯 好 你看看, 多漂亮, 剪得 你要走吧, 麻煩你, 師父 走吧… 本來不用受這些苦 現在變成像上學的年齡 變成經常在醫院做物理職業 也很辛苦 現在也沒什麼好奇妄 好快能走下去 可以照顧自己, 能走下去 之後才慢慢想念書 再讀書, 讓她自由發展 陳麗熊兩年前患急性脊髓炎 醫生插導管督穿她鎖骨下動脈, 引致中風 麗熊出事後半年 醫管局公布獨立專家調查報告 報告指, 麗熊中風 是跟插導管有關 但插穿鎖骨下動脈的血, 應該流向手 留上腦部很罕見 也沒有醫學文獻記錄 因此認為事件屬病發症 不涉及人為失誤 又建議醫生日後要向病人交代清楚 插導管會引致中風的風險 我們認為是一個病發症, 不是醫療事故 麗熊哥哥不信這份專家報告 自己上網找資料 他找到醫學文獻 曾經有病人被插穿鎖骨下動脈 血流上腦導致中風 和醫管局的說法有出入 在網上隨便一搜 有五篇文章說到這件事發生 我不會質疑獨立專家的能力 不是他的能力找不到 他是一個專家 而且是一個很資深的醫生 他要找, 他一定找到 但問題是他想不想去找 麗熊哥哥 康圖找病人組織幫忙 經介紹下, 一位資深醫生看了麗熊的病歷 支持他的看法 認為當日插導管程序有出錯 但還要等醫管局披露更多細節 才有更準確的判斷 做了18年病人組織的彭鴻窗說 見過很多病人家屬 不懂得看病歷 也找不到專家支持 很難繼續追討下去 你要找得到一些資深的醫生出來 去做這個專家證人 都是困難 因為專科你都要好講論資排輩 你沒有那麼多的資歷經驗 都不是多能夠走出來 去說別人做錯 看法是很重要的 漢圖拿了一些資料去問醫管局 醫管局說 不同個案的細節不同 不作評論 彭鴻窗說 病人遇到醫療事故去世 家屬可以要求開死恩庭 若請不起律師 就要親自上庭 家屬要應付複雜的程序 會很困擾 他們的支援也很有閒 事前幫家屬他們 看完一些相關的程床文件、報告 再去分析個案情 到時有些甚麼問題 他們要問哪一個的證人 這也是一個挺複雜的過程 教程度不是特別高的家屬 要掌握這些技巧 或者重點就會比較困難 既然會被關了 祈子輝的爸爸 在2016年4月 心臟病發入院 後來病情穩定回 男护士没有按程序要病人躺下 先帮他拔颈部导管 导致有大量空气进了他爸爸的血管 出现心肌梗塞 三日后离世 马丽医院即时开记者会 承认护士处理不当 但没有交代点情处涉事的护士 麒致辉为爸爸的医疗事故 奔波了三年 但还未知何时有结果 上个月底是爸爸的死忌 他觉得还欠爸爸一个交代 我也想快点告诉他 事情完结了 起码让我妈妈、姐姐、弟弟 都可以安心一些 其生家人有医护士背景 向医管局拿齐病历后看回 怀疑除了错误拔后 医护士还不适当安排床位和药物 医管局发信回复 医护士以尽力照顾病人 否认家属的说法 家属不满回复 希望在死因庭令讯事 医护士出庭交代事件 但医院职员拖了两年 先将资料交齐给专贼 死因庭调查的警方 远方为此向其生道歉 承认是职员疏罚 这些信息连道歉信 都是郭惠希的PRO 还要是吸引的 吸引我觉得已经很没诚意 如果一封道歉信 是用吸引连签名字 都不连签的话 这个诚意已经扣减了 死因庭召开无期 于是其生向医管局 医务委员会 护士管理局 申诉专员公署等投诉 希望还亲人一个公道 护士管理局回复 要等死因庭结束才处理 而医委会亦拒绝处理他们的投诉 死因庭就算判出出来 我们可以怎样呢 其实都没问题 没有任何作用 我觉得 我们可以怎样呢 得到结果死因庭 得到结果之后 就可以拿一张死亡证 办很多身后的事 就是这样的 医委会不知道 护士管理局也不知怎样 就其生的个案 我们问过医管局 医管局回复说 事发当日已经向家人道歉 至于涉事的护士 有没有被情处 医管局说 是个人私隐 不会公布 这几个月 有善长捐钱给丽雄 他在社企一星期做两次物理治疗 家人等着半千大的公屋单位 就可以接他回去住 想他的腰够力一点 还有脚够力一点 想他走到治理能力 去到厕所 有的士司机团队 知道丽雄的不幸遭遇 免费接送他 丽雄身体慢慢康复 不过心理上还有一个缺口 对了 兜起脚 对了 然后踩下来 好 上来 哥哥说 未知怎样解释整件事 给妹妹知道 中间很复杂 过程很长 而且担心告诉他 他又会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 丽雄家人已经取得法援 希望在法庭找出事件真相 还有要求医管局 承担妹妹的治疗费用 也希望其他家庭 不会再有不幸遭遇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因为洗血 甚至插道管是每天都会做的程序 如果这个程序里面 今次有些疏忽会导致感染病发症 是否都应该去找真相出来 然后去说出来 让之后的人 或者之后的医生都知道这件事 都要小心不要再导致第二次的悲剧 医管局指一般医疗事故 并非由个别医护人员刻意造成 是反映运作系统上 有环境因素的问题 他们会吸取教训 防止再发生 好的 上车 厉雄的案件即将进入法律追讨 哥哥说 整个制度讲程序 讲专业知识 小市民要攀过这幅高厂 寻求真相 显得很渺小 你不只是面对那个顾问医生 他背后可能有很多的人 他背后可能有他的主管 律师的团队 甚至是整个医管局 他要个顾问医生怎么回答 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所以你面对着一个体制 而那个体制 是将这些医疗事故的家属 抗拒在门外的 这个才是最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